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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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是果实丰收的季节 大量水果轮番上市 从十月份开始 不管是在水果店还是在水果摊上 都能看到冬枣的身影 冬枣皮薄 肉脆 甘甜 清香 很多人都喜欢吃 冬枣和红枣都是枣 都有一定的养生价值吗 那是这样子的 纤枣和甘枣在我们的中药里面 它其实是分开来的 那么纤枣它是可以生精 但是甘枣没有生精的作用 而且呢 就是纤枣的维生素含量 它是比甘枣更要丰富一点 它们的区别就在于 纤枣那么有很多人群 就是不宜多吃的 你比如说 它们脾胃比较虚寒的人 那么比如说 他的这个小孩 他不能多吃 因为它是寒凉 我们说中医来讲 就是生冷的东西 都是略带寒凉 那么我们在秋冬季节 其实是不宜多吃鲜枣 那么一天最多好像不能超过五次 这普通人不能超过五次 如果是有糖尿病 或者是有脾胃虚寒 接了症状的人 那么是更是不宜多吃 每100克鲜枣中的维C含量 足有243毫克 而我们印象里 维C含量很高的猕猴桃 其实每100克中才有62毫克 在同等质量下 鲜枣的维C含量 几乎是猕猴桃的四倍 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维C之王 中国一样学会推荐 成年人每天应摄入100毫克维C 这意味着 我们每天吃40克鲜枣 中等大小大概是3到4个 就基本可以满足这个量了 但是专家同时也说了 如果是脾胃虚寒或是老人小孩 其实是不宜多吃冬枣的 适合更多人群的是干枣 从我们中医和中药的角度上来讲 枣呢 它是可以调营味 调理脾胃 一些比气血 还有安神的作用 那么在秋冬季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手脚比较冷一点 那么吃一点这种温补的东西 肯定可以对身体有好处 那么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脾胃 比较更加调和一点 同时还可以补一些营养成分 因为大枣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么它能够增强能的贬移力 它也可以延缓衰老 而且还可以对肠胃 它有一种比如说补移的作用 脾胃有补移的作用 所以这个红枣它本身还是一个比较 适合的秋冬季节的一个补品 要适量的 既然干枣的好处这么多 我们要学会正确的吃法 干枣呢我们有两种吃法在中药里面 一种就是说新鲜大枣拿下来晒干 然后我们煮水喝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让老人和小孩 比较适合用这种方法来服用 就是把红枣上窝清蒸干蒸 蒸熟以后 然后就是把它的肉和汤一块吃掉 那么这个是对小孩和脾胃虚弱的老人 或者是说病后 病后的比较虚弱的病人 还是比较适合服用的 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吃法 那么秋冬季节 我个人比较建议还是吃干枣比较好 尤其是说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或者说年纪比较小一点 我们说比较属于脾胃虚弱这个人群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吃干枣 那么鲜枣当它口感很好 你可以当水果一样的来吃 那么就是我们普通的年轻的人 那比较身体比较强壮的 你多吃一点就多吃一点 他也不宜过吃 吃多了 他们还是会有脾胃变糖的这种作用 这种反应 哦 那我整个不能吃干枣 你看这枣子虽好啊 但是要吃对了才有用 对对对 我家来够够 灌枣跟鲜枣 这个功能还不一用 所以下枣也要够久 好 就像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自由片座 现在旅中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人老腿先老 没有力气 一摔倒 上了年纪啊 腿没力气 发酸发胀 像灌了签 腿脚没力气 就怕在陨石滑倒 前阵子摔了一跤 自己遭罪不说 还拖累了孩子 人老退先老 没有力气 一摔倒 想要腿脚好 调养五脏 不足气血 溶氧筋脉是关键 异瘦强身高 融会健脾通路 补肾养肝 气血双补 灯拜年名方 形成二十二味药材 大作方 经十九道工序熬至成高 调五脏 五气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气 人老腿不老 腿脚有力 不摔倒 一手强身高 咨询电话 400-636-7799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均咬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 做做操 畅销五十一亭 值得信赖 均咬胃动力 地宝当家栏目 由肠康百分百 纯芝麻油赞助播出 广告社有欢迎非得 思想万发动 天下代不听 好家好家好家 都在地宝当家 最近呢 网络杂鞭省心 不怕粉丝呢 对国杂鞭的套路啊 是不得了犯性 导致好多群众 财战都受到危险 周宾国 要是反杂的渲转台词 要进行了好多渲转 我们的建议当中 对好多官吏 要进行了梳理 但是呢 还是有不少跟您忠咒 甚至乎有些人 已经发一些杂鞭了 就还是为上帮 或是为行理念 今年六月初 周女士在某网购平台 买了一罐奶粉 七月七号 她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商家店铺的客服 说她购买的奶粉有问题 客服说这个奶粉 就是已经快零期了 所以打算赔偿给我 就是双倍的价格八百块钱 然后我当时觉得 这家店的客服还蛮负责任的 对方说 这笔赔偿金 需要周女士自己领取 让她下载了一个 叫安逸花的软件 钱会通过这个软件 就是推到我的账上 然后我就去下载了这个软件 就是按照她的要求 就是我输入我自己的身份证 和银行卡 然后她说 她要我去这个软件里 套一万三出来 然后自己留下八百 就作为我的赔偿 那剩下的一万两千块钱 要还给他们 因为说这是他们公司的 对于要自己套取 一笔一万多的现金 周女士起了疑心 怀疑对方 这是在冒充客服诈骗 但我也是有顾虑的 然后我就问他们 我说这个钱我带出来 会不会变成我个人的借贷 然后他们说不会 因为这个贷款 是他们自己公司的 他们可以后台 帮我消除掉这个贷款记录 对方一再地保证 态度也很诚恳 况且自己还能退到八百块钱呢 周女士的顾虑 很快就被打消了 所以我就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 然后我就把钱转了 可到了第二天 周女士发现 自己的贷款记录 根本没有消除 而且回拨对方的电话 也无人接听了 周女士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虽然网络杂品投入都发用都 但是你一定要劳急 不想莫生个装好转装 建设国家底线 两个钱就不会受到损失 那么理 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要等 见到现在的理论 再次回来 我叫李世青 今年六十二岁 我熬高熬了大半辈子的 高方 经久间浓缩 能润泽五脏六腹 历来名贵 易寿强身高 源自江苏省明老中医桃念堂 荣汇间体通落 补肾养肝 气血双补等名方 形成二十二位药材大祖方 这个凤字是老爷被传下来的 都因为找一位也不是医生家 总共有十九大关系 没的都不能够 通过调五脏 补气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气 易寿强身高 国药准治 中药高方 咨询电话4006367799 是的 做菜要用好油 我选他 他 他是谁 长康 绿泰双低压榨 蔡自由 是的 绿泰双低更放心 更放心 绿泰双低压榨蔡自由 有时我们的爱也带着风险 魏动力轻忧爽 特别添加卷曲乳干菌 国家发明专利君珠 常味无忧 亲密无鉴 君养魏动力 我现在是来到了南昌动物园的熊猫馆 那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因为今天呢 是这里的熊猫美龄18岁的生日 工作人员呢 也是非常贴心地 为我们的美龄呢 准备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 而且呢 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蛋糕 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的生日蛋糕了 因为是给咱们的这个美龄熊猫准备的生日蛋糕 所以也是非常特别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食材呢 是以竹子为主 然后上面是铺垫了一些水果 可以看到这里 还用胡萝卜做了一个非常贴心的 18岁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牌 大家好 我叫美龄 今年18岁 别看我的名字取得秀气 但我可是个纯爷们儿 也许你们对我还不熟悉 但说起我的祖位 你们肯定不陌生 说起来 我的家族也算是民雄辈出了 我的外宗祖父叫盼盼 盼盼你们知道吗 没错 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 我还有个双胞胎哥哥 名叫团团 现在也是中国台湾 台北势力动物园的当家大明星 美龄是2015年3月份到南昌来的 那么已经度过了这个七个春秋 那么今年的话是她18岁的生日 那么18岁对我们人类来讲 是一个成年的一个年龄 但是对大熊猫来讲 她实际上已经步入了中年 听说今天饲养员们 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 让我瞧瞧 胡萝卜 蜜瓜 苹果 梨 还有我最爱的竹子 这也太丰盛了 要知道平常为了控制糖分摄入 我可吃不到这么多甜甜的果子 过生日果然开心啊 朋友人我们现在一起唱个生日曲好吗 我来我来起个跳哈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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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居然来了这么多小朋友 帮我一起轻声 太感动了 好想哭 不行 我不能哭 男熊有泪 不轻弹 总而回报感谢 我就把这份生日蛋糕 一口不剩的全部吃光光吧 好饱呀 睡得差不多了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围观 如果你们下次还想来看我 记得早一点来 通常在上午太阳不大的时候 我会出来逛逛 下午太热 我就要回房间睡空调了 再见咯 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中秋节马上给我老婆开玩笑 我老婆 中秋节也到了哈 买的是你喜欢这样的约饼在家吧 结果我老婆来眼睛一饭 哼 还买约饼 送饼给我发个台饼 我没想问呢 我一定不对啊 老婆 我心想给你发台饼啊 怎么发呀 你不想给我买到啥给你呢 我一想好久我死了 过后 老婆 不好意思 醒我走了 不过呢 还是接着一下那个来饼吧 哎 我的家饼 饼饼饼啊 好多年已经开始准备再击了 甚至乎还有一些人嘛 要给老一个 专门买个五档月饼 因为啊 不过五档月饼 吃起来比较几天高 但是 这个不喜欢啊 南宁市民小李 今年三十五岁 在前两天的一次体检中 发现血糖指标偏高 眼下 中秋节要到了 小李打算问问医生 这月饼他能不能吃 最好是 有没有那种五档的月饼 五档月饼 你也相信这种五档月饼 我相信 今天下午 记者来到南宁市古城路 月饼一条街 发现 五档月饼难逆其踪 只有部分商家 有少量低糖月饼在售卖 销售员坦言 这类特殊产品 销路一单 随后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 发现这类五档月饼的销售量 还是蛮火爆 销售排前三的店家 都有一千家以上的收获量 而且种类难多 一些商家在商品的抬头标注 无糖 糖尿病人 等关键词 宣传语也宣称 适合记糖人士 以及糖尿病患者使用 每种口味都很有特色 关键它是麦芽糖 纯带糖 糖友和控糖人士 也可以使用 再加上无糖精致高端离合 送你有信又有面 专家介绍 一般无糖月饼是指不加这糖 但这并不等于无糖 而是替换了其他种类的糖 即使不添加这糖 月饼原料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淀粉 淀粉通过分解就是单糖 且淀粉中实质上含有70%的糖 所以面对糖尿病患者要慎吃 在营养学来说的话 它其实还是有糖量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 也不建议多使用这些无糖性的月饼 因为它不管是什么样的 这个肝脊带性会出去 它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其实月饼不算是好简单的视频 就算全部文字都带动 恰到都是这个天分 也会转发震动 所以月饼一定要少加 尤其是个个童饼不要分杂 接下来阿滋要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每年有个手机刷久了 是不是没给它讲懂呢 好 没关系 今天阿滋高年一周 这个是一张白纸 它除了能够写字画画 能够折纸飞机 能够做减脂以外 还有一个功能被开发出来了 那就是检测有没有颈椎壁 实现起来其实也很容易 靠住墙 对它的肩膀抵住它 下巴轻轻地夹住它 怎么样 我的颈椎是不是很棒 那是下巴夹的吗 明明是肉夹的 我这又下巴加一张纸 能证明我颈椎有没有问题 这个道理有没有科学性呢 我们来问问专家 这直颈做了一半 还有一半 是我们颈椎要向后伸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哇哦 这可厉害 我做不到做不到 为什么要做这两方面的检测呢 因为我们的颈椎主要的功能 是前驱 后伸 以及我们的旋转 那么大部分人 手机的使用 游戏的玩弄 会导致我们颈椎 正常的身理 向前驱的弧度变小 甚至向后驱 我们叫反驱 一旦反驱以后 我们颈椎向后伸的功能 就严重地受到了限制 所以我们后伸的时候 就夹不住此了 专家介绍 由于在使用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时候 往往会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 这就会诱发颈椎病 长期处在一个姿势里头 我们的肌肉 韧带 就会处于一个 持续疲劳的状态 它的肌肉疲劳 它的骨头 小关节之间 也得不到一些放松 就容易出现蜕变和转机 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颈 也就是我们很多人感觉到发僵 在这肌肉里头的一些血管 它就受到了压缩 它的血供应 就受到了影响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它 不让它发生 或者降低它发生的几率呢 只要不让你的颈椎 长期处在一个姿势 就可以了 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颈椎操 比方说 缓慢的前驱 后身 左驱 右驱 旋转 你做个几遍 就能很有效地 缓解我们颈部肌肉的疲劳状态 接下来希望 今天我们共同期待个美食收看 请要带大家您这个习商 超级服务 给大家服务了 类似从几个硬服务 不单是服务老家 您还有我去多种 最白芦苇 也是你去多种甜品 带着大家 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 那说实话 最近啊 我经常是被一家火锅店刷屏 但是这家店的名字呢 我是真的念不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登登 哎 我知道吗 你看吃火锅要干嘛 要开火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个开一个火 证明火锅要开火 那这个字呢 其实这个店家还是很贴心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 饮 必保当家美食小课堂开课了 上面一个开 下面一个火 这个字念饮 所以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饮火锅 开在续辉广场的这家饮火锅 可以说是一家超级火锅工厂 源自重庆的正宗口味 让你的味蕾直汗过瘾 现在我们身边的呢 就是这家饮火锅的厨师长李厨 来 李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火锅店 究竟有哪些好吃的呢 大家好 我来自武都重庆 我们这个店 然后叫饮火锅 我们是弟弟到那里重庆口味 然后像我们的原材料 各地方面都是来自于 然后重庆那边直接发过来的 听出来了 不仅仅我们的这个火锅原材料 是来自重庆的 而且咱们的厨师长 也是重庆本地人对吧 是 那我之前呢 是在这个成都读书 其实也是会一点这个成都话的 应该是有点相似对不对 真的假的 你还会这个 对 你说两句 重庆火锅很好吃 应该就说 重庆做过 曾浩子 重庆火锅 哪一八四半 八四 八四半 就是南朝后的澳茶 对对对 其实真的就是一来到这里 然后就感觉到了 满满的重庆味 那刚才我们的厨师长也讲了 咱们的锅底和菜品 其实都是满满的重庆味道 那咱们在锅底上面 有没有什么 密质的东西 可以给咱们分享一下 这个肯定都有 每个火锅店 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米发 包括我们的香料 包括的花椒 海椒 我们花椒 选择的都是西川的毛纹 像香料 都是儿子来种香料 然后同学而成的 为啥是说个那个锅锅 然后它吃了不上火 它包括它里面 有许多那个中药菜 混合了的 这样还就挺不错的 因为对于我们女生来说 吃火锅 就特别怕上火起豆 对不对 但是它有中药材在里面 就是进行这个中和一下 感觉不上火的火锅 就真的是很诱人了 那除了这个火锅底料本身呢 其实这家店 还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 就是我之前在朋友圈上 能看到咱们这家店 有各种各样的乳味 咱们的乳味 这也是扣运来的 咱们从重庆扣运过来的吗 这个卤味 我们的卤料 包括它其他的 蜜料方面的 都是从重庆那边 把它原材料过来 然后我们店里面 现卤的 我们的卤味里面的特色 像麻辣甲鱼 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这还真的是没有 在火锅店吃到过 这种硬菜有没有 一定要点到 要尝一下 萤火锅除了火锅 还有它 一定不能少 在这样的炎炎夏日 吃火锅怎么能少得了 冰饮或者甜品呢 对啊 这家店就非常信心看到 萤火锅配冰工厂 冰火脸出天 那我们赶紧看看 有什么可以点单的吧 哇 真的多好吃 我觉得女孩到这 根本就走不动 走不动吧 你吃什么 我吃芒果手握冰 手握冰 他们家的这个招牌 而且女生特别喜欢吃芒果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不错 对 那我选一个不一样的好不好 我们在沙冰里面再选一个 来个西瓜沙冰吧 一切准备就绪 即刻开火 那我来个西瓜沙冰 来 先吃一口冰 开启今天的冰与火之旅吧 好吃 用同听话说就是 拔屎的败 拔屎的很 好嘞好嘞 那咱们今天先吃呢 这个锅底正在沸腾的时间 我们先吃那个卤味好不好 因为那个卤味呢是 即卤即吃 对 而且呢也是我们重庆特色 来 我先尝一个肥肠 好吃吗 很香很糯 而且完全没有那种 肥肠那种臭啊 忠明处理得很干净对不对 香香糯 我选择的这个是一个叫 八牛肉 就感觉应该就是那边的特色 就是南昌吃不到嘛 那个非常有劲道 而且就是那个卤汁的味道 感觉非常的已经充盈在 这个肉里面了 非常好吃 对 卤得非常的烂 好吃好吃 太贵了 还有这个猪尾巴 也是他们家的这个 避免招牌 我感觉那个皮好肥啊 嗯 这猪尾巴 我可以一会儿去炫它食物 哈哈哈哈 真这么厉害 哇 那我们下点东西吃好不好 好 你吃火锅最喜欢吃什么 肉 吃肉 那你下肉 我涮毛肚好不好 刚才有点后悔了 看到那盘毛肚的时候 我突然想 对 你看这么慢慢的下红肚 下吧 来吧 吃火锅不点毛肚 人间烟火少一肚 空运鲜毛肚脆爽Q弹 极品五花 有多极品 极品五花 肥而不腻 火锅里吃牛蛙 你吃过吗 哇 好香啊 麻辣牛蛙 鲜香可口 哇 这是大鱿鱼 火锅大鱿鱼 鲜嫩脆爽 推电推电 火猪雾都 火热限定 就在续辉广场 饮火锅 闭点菜单 已为你准备好 喜欢吃火锅的你 千万不要错过哦 国家佛电视第一节 家电视飞 品种有多 有气费 带着为您跟朋友 一起去一去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股方 专要清护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齐清洗八味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哼哼哼 书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 十三味药材 书筋建腰丸 强筋骨 趋疼痛 专要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书筋建腰丸 脆疼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脱脆腰药 向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南昌博士中医医院 中期结合 专注男性健康 电话 0791-8610-1911 好了 各位同学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